看着眼前的快递盒,我直接就愣住了,因为我买的是个手机壳,不知道怎么搞的,竟然变成了一个女人用的电动小马达,我擦,这尼玛差的也太离谱了,你就是发个手机膜,过来我也能接受啊,正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是个陌生的号码,我滑动屏幕接了起来,你好,刚才你从驿站是不是取了一个快递啊,咱们两个人的快递可能搞混了。 电话那边是个女人,听她这温柔的声音,就感觉很舒服,有种知性的感觉,我翻开快递和一看,徐云月,还真是拿错了,嗯,你现在在哪里啊?我去找你,咱们两个人把快递换回来。 好的,我在五号楼前面,挂断电话,我拿着快递就走到了五号楼,大老远的就看到一个个子高挑,穿着米色长裙的女人,手里正拿着一个快递盒,应该就是她。 我走过去问道,你好,你是徐云云?嗯。 女孩点了点头,赶紧把手里的快递递了过来,看到她的时候,我不由地愣了下,标志的瓜子脸上精致的五官,就好像是精雕细琢一般,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精致的眼镜。 再配上她那白细的皮肤,犹如画龙点睛一般,身材并不火爆,可是却恰到好处,在裙子的硬衬下,勾勒出了完美的曲线,由五两个字来形容她绝不围过,借过快递,徐云云就解释了起来,是小兵一站那儿,根据手机尾号取快递,咱们两个人的尾号是一样的,他们才搞错。 嗯,我点了点头,也把手里的快递给了她,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是自己的快递,就给拆开了。 徐云云愣了下,跟着扫了一眼打开的快递盒,应该是一眼扫到了里面的电动小马达。 脸上刷的一下,就红到了脖子根,跟着也没有说话,转身就快步离开了,看着她那背影,回想着刚才她那羞涩的样子,我不由地笑了出来。 没想到,这么漂亮的女人,还自己解决生理问题,看来私生活还是比较简点的,要不然,像她这种找个男的,还不是一抓一大把。 本来我觉得,这事就是个偶然,以后也不会再见面,可没想到,没过两天,我们又见面了,周末的时候,王永明给我打来了电话,约我和媳妇去他家吃饭,我和王永明是上下级关系,也是高中同学。 他能以大专学历进到公司,也是我给人力资源那边打的招呼,他喊我,自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好嘞,没问题。 我给媳妇说了一声,本来他也要去,可是去之前,他接了一个电话,挂了电话以后,一脸的无奈,老公,我没办法陪你去了,公司有个材料需要我写,我得回去一趟,要是回来早的话,我去找你们。 好的,最后,就我自己一个人去了王永明家,王永明家跟我在一个小区,几分钟我就到了他家,把我迎进去以后,王永明给我拿了一瓶矿泉水。 智伟,喝水吧,对了,怎么就你一个人过来了? 智伯呢?本来说好了要来,结果临时公司有事让他回去。 我答道,嗯,智伟,饭菜马上就好了,你先喝点水,看会儿电视,我去帮帮忙。 别客气啊,少弄点就行。 我点了一支烟钢抽丸,就听到王永明喊让过去吃饭,我掐灭了烟头,就去了餐厅,一进到餐厅,我就看到一个穿着围裙的女人还在里面忙活, 我还是第一次来她家里吃饭,想必这个女人应该就是她媳妇,她媳妇端着一盆排骨,放到了桌子上。 好了,菜起了,王永明,喝什么酒,你从酒柜上拿吧。 我赶紧说,别忙活了,先吃饭吧。 嗯,她媳妇很快也坐了下来,王永明介绍道,智伟,这是我媳妇徐云月。 云云,这是程智伟。 你好,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愣了一下,仔细看过去,王永明的媳妇徐云月,竟然就是那天自己拿出快递买电动小马达的那个女人。 徐云月也认出了我,脸上刷的一下就有些变红了,应该是为了怕王永明发现什么端倪,她赶紧起身去了厨房。 还有火腿肠,我给你们切一下。 王永明也看到了我刚才的反应,疑惑地说,智伟,你和云云认识。 我笑着解释道,不认识,是之前我们两个人在驿站拿错快递了,见过一面。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来喝酒吧,咱们俩可有好长时间没有好好喝酒了。 没想到徐云云的酒量也不错,我们三个人很快就推杯换盏地喝了起来,聊着原来的是,好玩的人,第二瓶白酒也很快见了底。 王永明喝着喝着,起身就冲进厕所,就吐了起来。 我和徐云云赶紧跟着去了厕所,等到她吐完以后,把她放在卧室,她很快就睡着了。 刚才喝的时候不觉得,现在我感觉也很上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也无比头晕。 这时候,徐云云给我从冰箱里拿了两瓶酸奶,给了我一瓶酸奶能解酒,喝一个吧。 嗯,谢谢。 结果酸奶以后,我们两个人闲聊了起来,喝了酒我也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嘴,竟然问了一句,你都结婚了,怎么还买电动玩具啊? 难道是王永明满足不了你,这话一问出来,我就后悔了。 赶紧说,不好意思啊,我是真喝多了,怎么问这种问题呢? 没想到徐云云醉眼迷蒙地看着我,笑着看了看我,王永明在哪方面不太行。 说到这里的时候,徐云云那美目盯着我,也不说话,而我那一直不好意思盯着他看,现在仔细看着他那俊俏的脸蛋,此刻红扑扑的,无比诱人。 突然,徐云云朝着我吻了过来,正在这时,卧室里面传来了王永明的声音,水,我要喝水。 云云,给我倒点水。 徐云云瞬间从刚才的迷离中醒来似的,赶紧把我推开,拿着水就进去了。 我此刻也冷静了下来,心里暗骂自己不是人。 要是这是徐云云告诉了王永明的话,以后哥们还怎么相处,我这心里也非常后悔,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离开回了家。 好在第二天见到王永明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什么,和自己说话什么的也比较正常。 看来徐云云应该是没有和他说什么,可是我最近工作的时候,总是有些心不在焉,脑袋里时不时就会想起徐云云那俊俏的脸蛋,白嫩的肌肤和傲人的身材,不过有这种想法都是错的。 这种错误我自然更不会去犯,故事本以为到此为止了,可是事情的发展,总是不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 这天晚上我加完班刚开车到楼下,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来的,我犹豫了一下接了起来,你在哪儿呢? 啊,听着电话那边女人的声音,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我是徐云云,你在家吗? 家里面的水管坏了,我怎么也弄不好,你能帮忙给修修吗? 没想到是徐云云打来的,王永明这周初拆不在家,一个女人肯定是修不了这种东西。 行,你等会儿吧,我过去看看。 停好车以后,我就去了王永明家,一进去就看到厕所往外不停地冒着水, 我快步走到了厕所,是马桶的进水管爆了,瞬间我的衣服就湿了,现在手头也没有东西,我私下找了找,看到了卫生间的阀门,赶紧把阀门拧紧了,拧紧以后,谁很快就停了下来,咱们手里面没有管,只能先把阀门管了。 今天你先凑乎凑乎,等得明天喊师傅上门给换了这根管就好了。 嗯,谢谢你啊,真不好意思,你这衣服都湿了,我这洗衣机能烘干,你先换上王永明的衣服。 刚才着急给修水管视线没有放在他的身上,现在他说话以后,我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他穿的白色衬衣也被打湿了他的下去,隐约地可以看到他那黑色的纹胸, 看到我盯着他看,他的目光也往下一看,脸上又有些泛红,我瞬间就想起了那晚的激情画面,脑袋里一片空白。 我上前一把,就抱住了徐云远,你家的那个安全措施在哪里呢?徐云远眼神迷离地看着我,没事,你就好好地爱我吧。 他打消了我这最后一层顾虑,我抱着他更紧了。 看着床头上他和王永明的结婚照,我感到自己的内心满满的罪恶感,这反而更加地刺激到我,整整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回到家里,我都还在回味着晚上那种刺激。 可是看着身旁的妻子,我的心里也有种罪恶感,可是面对欲望,这种罪恶感很快就被我抛之脑后,我和徐云远的关系迅速升温。 只要王永明不在,他就会给我发消息约我过去。 今晚,徐云远又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躺在我的旁边,手指不断地在我的胸口画着圈圈。 智伟,你说咱们两个人,这算什么呀? 他的话,让我也有些发愁,这是事我一直不想面对,可终究会面对的事情,我们两个人算什么? 总不可能他给我当一辈子的情人,可是我有媳妇,不可能真为了他去毁掉自己的家庭,或许是明白我心中所想,虚云云柔声道。 智伟,跟你在一起,我很享受,可我也明白,咱们两个人没办法真正地在一起。 你有家庭,我也有家庭,咱们就好好享受当下就好,什么时候谁说断了就断了好吗? 这其实也正是我的意思,现在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让我心里的石头瞬间落了地,亲吻了他的额头一下,嗯,好云云。 智伟,我觉得自己很愧对王永明,你能不能想办法再帮帮他,这样让我的心里也少些愧疚? 行,我答应你,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给我自己的好朋友戴了一顶绿帽子,说实话,我每次面对他的时候也感到很愧疚,可是面对徐云云这柔情的诱惑,我根本就控制不住自己。 我是副总经理,最近公司在提拔总监,本来我觉得王永明的经验还差一些,得在副总监的位置上再干一段时间才能提拔。 可是有了自己跟徐云云这件事,我决定帮帮他,这样我的心里也能好受一点。 一周后,在我的强烈推荐下,王永明成为了销售部新的总监,晚上,我安排了一桌饭菜,好好地庆祝一下他生任总监,他兴奋地拿着酒告诉我说, 智伟,这是都得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这次提拔肯定轮不到我,我敬你一杯。 兄弟,现在你也赚上年薪了,以后继续努力,一定会超过我的。 好的,咱们两个人一起努力,可是我没有想到过了今天。 我看发现,今天的徐云云和平时不一样,周五晚上王永明加班,我和徐云云再在酒店里优惠,就在激情难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他的背后竟然有寄到恐怖的伤口,像是鞭子打的,这是怎么搞的? 徐云云愣了一下,小声道,是王永明弄的。 你们夫妻俩玩得这么野? 我第一感觉就是两个人玩那种刺激的游戏,徐云云轻轻N了一声,还想说什么,可是到最后也没有说出来,云云,怎么了? 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说,要是我能解决,会帮你的。 看到他这样,我感觉他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徐云云犹豫片刻,摇头道,没什么,至为,咱们在一起还是说一些开心的事吧。 虽然感觉他有些奇怪,不过在我们两个人聊了会儿以后,也就把这事抛之脑后,忙起了正事,只是在完事以后,徐云云犹豫了许久。 对我说,至为,咱们两个人就到此为止,结束吧。 咦? 喂,话说到一半,我还是收了回来,虽然想知道答案,可是之前我们两个人就有约定,说结束就要结束我们这段关系。 虽然不舍,但我们两个人从这天起就断了联系,我的生活也重新回归了正轨,全身新地投入到了家庭和工作上,可接连发生的两件事,让我觉得有些奇怪。 先是周三我上班的时候,财务总监刘雅靖突然找到了我。 程总,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查看上半年和艾斯集团交易的底账啊? 那是,你我可都清楚,是获总经理安排的,可别犯傻,害了自己啊。 刘雅靖,我们是同期来公司的,私交易志不错,听他这么说我也有些忙。 刘雅靖见我这种反应。 接着说,销售部网总来找我拿的,说是你受益的,怎么? 难道不是,听了他这话,我笑着说,对对,我是想让他看看当时的费用都结清没有,要是没有的话,这次好抵账。 那就好,我就先回去了啊。 刘雅靖走了以后,我皱起了眉头,这是我根本就不知道,王永明这家伙没事看之前的抵账干什么,而且还偏偏看和艾斯集团的交易呢,我总感觉这里面有什么问题, 可是自己要是把他喊过来问的话,万一他是真有用处。 显得自己就没意思了,就在我琢磨这件事的时候,在第二件事上,我隐约地找到了答案,这天我快要下班的时候,徐云云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看到来电显示的时候,我还很意外,志伟,你忙吗? 没事,云云,你说吧。 我答道,等下你来立生酒店二百二十二找我一下。 听着她的话,我这内心立刻就躁动了起来,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好,六点半我到了酒店,一敲门就看到了许久未见的徐云云,她有心地穿着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时,她穿着的那件裙子。 还是那么的秀色可参,见到我,徐云云一把就搂住了我的脖子,吻了我一口,志伟,我想你了。 我也想你了。 就在我仔细看她的时候,愣了一下,因为我发现她的小腹轻轻隆起了,不过看这月份应该不影响其他的事情,而且是男人总喜欢尝试一些刺激的事情,和孕妇那种刺激恐怕尝试过的人不会很多。 她说,云云,你跟王永明要孩子了?几个月了? 志伟,先不说这个,我有过事要告诉你,我跟你上床,从头到尾都是王永明一手策划的。 徐云云慢慢讲述了起来,原来王永明早就看中了总监的位置,知道原来的总监很快就要调离,于是就想到了让徐云云用快递的事情搞了一次偶遇, 然后顺理成章地跟我发生了关系,目的就是要让她在我的耳朵边吹一吹耳边风,提拔她成为总监,这件事完全按照王永明设计的剧本发展着。 我和徐云云有了关系以后,把她提拔成了总监,她就为了自己当个总监,就把自己的媳妇让我给睡了。 我还真没有想到王永明竟然是个为了自己往上爬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的人。 这样的人眼里根本就没有任何情谊可言,这让我瞬间就想到了刘亚静来找我的时候说的话,当时我还是总监她是经理的时候, 这个事情中的一部分就是我安排她去干的,现在看来她是想要借着这件事情把我扳倒,自己上位。 我不寒而栗,要不是今天自己从徐云云的口中得知这件事情的话,还不知道到时候会有多被动。 她是你老公,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件事啊? 既然这一切都是她设计的,而且说动了徐云云,那她为什么还要告诉我这一切呢? 她也当上了总监,我本来以为生活会越来越好,可是我没有想到她竟然嫌弃我。 还家暴了我,咱们最后一次你看到我后背的伤口,就是她打的。 她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往上爬,最近她还在你们公司找了一个小三。 怪不得我每天看到她跟自己的女秘书有点暧昧呢,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是我研究研究,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回去以后,我琢磨起了这件事,想把我搞下马,没那么简单。 我先是打电话给中控室,让中控室设置了一个摄像头,对准了王永明的办公室。 因为最上面的玻璃没有磨砂,所以能够照到半个办公室,差不多两天,就拍到了她跟女秘书激情四射的视频,视频到手。 我知道计划该开始了,跟着我从保险柜里面拿出了一份之前交易的文件, 这文件里面清楚地记录着有一笔五千万的资金流入了子公司。 跟着我告诉刘雅靖,把这份资料也提供给王永明,就说之前忘记了,还有一份材料在。 果然在刘雅靖把材料给了她以后,她很快就发现了这笔资金再到了子公司以后,交易的几份合同有问题。 第二天下午,总经理就把我喊到了办公室,一进到办公室里面,我就看到王永明站在她的一旁,脸上挂满了志在必得的笑意,或许在她的眼里,这些东西已经是压倒我的绝对性证据。 总经理看到我以后,猛地派了下桌子,瞬间回头,目光落在了王永明的身上,程志伟,这就是你给我拍着胸脯利剑的人。 就在你的背后捅你的刀子,这样的人,我看根本就不能留在公司。 王永明,等下去人事办离职手续,立刻给我走人。 听着总经理的话,王永明一脸的错愕,总经理,你是不是搞错了,犯错的人可是他程志伟,他可是变相,让公司损失了三千万。 这可不是笔小数目,我给查到了这个问题,你不处理他怎么让我走人啊? 王永明还不死心,歇斯底里地说着,总经理冷哼一声,王永明,你这头蠢驴,想搞人你就不能用点心。 你为什么查一查这些钱,最后留到了谁的公司? 我告诉你是董事长,这是是董事长安排下来,我让你们去办的,怎么? 难道你还想让我把董事长处理了? 我直接就笑了出来,这是我提前已经跟总经理通过气了,我本来是怕这件事情是他安排的,王永明调查下去的话会牵连到他,没想到这是直接就是董事长安排的,董事长这么做,就是左手倒右手,给自己儿子弄点收入。 王永明傻兮兮的还以为搞到了我致命的证据,王永明瞪大眼睛看着我和总经理,脚下一软,瘫坐在了旁边的沙发上,很快两个保安上楼,就把王永明架了出去,快到电梯口的时候,他的眼神突然一变,冲着我大吼了起来。 诚志伟,你踏马的,别以为你就赢了,老子有你出轨的证据,我要让你媳妇看看。 他确实没有骗我,手里面真有我和徐云云在他家的视频,而且很快就到了我媳妇的手中,我确实没有想到王永明这家伙这么狠,为了所谓的权利,连脸都不要了。 竟然还有我和他媳妇的视频,我早就应该想到,一个不择手段,连自己媳妇都能让给别人的人,还踏马的有什么底线呢? 在我的视频还没有给他发难的时候,就给我先来了这么一处,他恐怕早就想好了,不仅仅是要在公司这边把我推倒,还想让我失去家庭,净身出户,面对证据,我无力辩解什么。 跟妻子坦白了这件事,可是就算是勾引,设计,妻子还是无法原谅我,先是回了益州娘家,最后还是跟我提出了离婚,我同意协议,净身出户了。 拿到离婚证的那天,我在车里连抽了七八支烟,此刻的我并不怪王永明,只是怪我自己,要是我当初抵住诱惑,妻子怎么可能会跟自己离婚? 原本的生活怎么会被打破,平淡的生活里,那些所谓的激情,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等着你的巨大陷阱,后来我听说徐云云也离婚了,因为她手里也有王永明出轨的证据,两人平分了财产。 事情结束,我的生活也回到了正轨,我每天除了公司旧事家,两点一线,这天,我一下班,到了车位前,正打算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无比熟悉的身影,徐云云,此刻她的肚子已经显了出来,月份看样子不小了,你和王永明离婚了,孩子没有打掉吗? 要是孩子出生的话,对她不太好吧,这是你的孩子,徐云云的话,让我直接就傻眼了,啊,云云,你说什么? 徐云云接着说,我肚子里的是你的孩子,你当初不是一直吃的长孝避孕药,怎么还怀孕了? 我和徐云云一直是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可那是因为,她跟我说,自己一直在口服长孝避孕药,没关系的,其实我一直在骗你,我并没有吃避孕药,不让你带套,就是我想要怀孕。 照自我瞪大了眼睛,徐云云这句话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徐云云还继续讲述着,开始王永明让我勾引你,我是不同意的,可是她告诉我说,我可以跟你发生关系的时候别带套,这样可以怀孕,然后我们养这个孩子。 这些年,我们两个人一直没有孩子,到医院检查过原因,是她的问题,可我一直想要一个孩子,她这个话把我说动了。 所以我才勾引了你,她当初嫌弃我,我也考虑过打了这个孩子,可是到了医院,医生说我的子宫壁比较薄,如果引流的话,有很大几率以后再也要不上孩子了。 我想要个孩子已经很久了,我想当妈妈,当然我来找你,并不是要你负责,只是在我离开这个城市之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 没有想到我离了婚,竟然又当了爹,这巨大的信息,我好一会儿才完全消化,看着眼前的徐云云,我犹豫了下说道,云云,你能不走吗?我想跟你一起抚养这个孩子。 这段时间的相处,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很同情达理,更主要的是我也知道,他上次能告诉我王永明想干什么,还有这次说这些,其实是对我有感觉的。 听了我的话,徐云云笑着一把搂住了我的脖子。 嗯,至为? 半年后,我的儿子出生了,我们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后面的事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徐云云算是众多女人中的一个特例,所以还是劝诫大家要珍惜自己的枕边人。 我可以看到,你会透过脸天吊死了。